我能代表一个高中生的妈妈 向我们的学霸同学们发个问吗 真的你们每次说到 你们学习好的时候 都觉得自己好像跟闹着玩似的 但是我觉得好学生 就是有这种好的成绩的孩子们 一定在学习方面 是有他们的悠长的 他们一定会有好的 什么学习习惯或学习方法吧 你有没有什么 能够分享给我们的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就是我们自己呢 是要有一个明确的规划 和明确的目标 制定一个比如说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 我们这一周要做什么的一个清单 这样的话你可能做起事情来 包括学习 甚至做其他事情的话 都会一目了然 就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飞这样 我觉得还有重要的一点 就是劳逸结合 因为像我周围的同学 包括我的社友他们 就没有是那种单纯学习 每天做题啊 每天读书啊 每天上课啊这种 他们都是有一定学习的时间 一定放松的时间 就是该学习的时候学习 该玩的时候是玩 这么回忆起来 其实我也是有时间管理的 我也是劳逸结合的 可能意义多了一点 所以我们去请想问啊 这个爸爸妈妈有对你的 这个学习上的就是管理 就是他们管的会多一些吗 其实呢我爸妈从小是更注重于我在兴趣啊 和注重我在习惯上的培养 比如说呢去 怎么去做这个时间的规划 像如何去分配时间学习啊 如何分配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啊 还有就是可能会 要求我做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他们反倒是在学习上呢 没有操太多的心 也没有说你必须要考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或必须要考多少分这样 包括我后来呢问我周围的一些同学 就是我的一些社友啊 他们的家长呢 也都不是在去一味地逼着他们学习 或者一味地强迫他们做一些事情 其实都是呢去引导他们去 如何去自己的自主地学习 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和目标 这样的话 其实不光是对我们可能 小时候的一些成长有益 可能对之后的人生之路 都非常有很大的帮助 谢谢大家